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很早就在原民部落扎根 而过去很多神职人员就使用当地部落族语传教 而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推动族语发展从教会着手 鼓励用族语、正道、读经等 主委一将拔罗儿表示 7月起执行教会推动族语奖励计划 最高一年30多万元 行政院核定国家语言整体方案 今年7月1号开始启动原住民族教会推动族语发展奖励计划 鼓励神父牧师使用族语奖道 办理族语族语学读经、诗歌等给予奖励金 最高一年可获得30万元 目前天主教已经有94个教堂提出申请 五六四年来保持下去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语言传承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但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注意到 我们的语言流失还是持续流失中 尤其是迁积到都市的原住民已经超过50% 那在都市地区的原住民教会呢 他们为了要让我们的年轻的基督徒听得懂族语 他反而听得懂讲道 所以因为很多年轻的这个信徒都已经不太会听族语 所以他们反而用华语用国语来讲道 那反而让我们有一半的族人在每个礼拜六日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在教会听到族语 所以我们从今年 就7月1号开始我们有推一个 原住民主教会推动族语的一个奖励计划 那这个奖励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鼓励我们的神父我们的牧师呢 在教会讲道的时候呢 还是用原来的族语来讲道 那怎么奖励呢 就是我们只要有用族语讲道的话 我们每个礼拜天的 我们类似给它一个讲师费就对了 那不只是就这样 包括像唱诗歌用族语 我们也奖励教会 我们也会给他们奖励证 甚至主日写的教学 还有诗歌本的制作等等 包括教会的整个布置 我们都希望他们用主意来建制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因为已经开始受理登记 大概光是天主教的教会 已经有90个教会开始申请 原民会主委将会表示 原民会在112年2月16日 发布原住民族教会推动 族语发展奖励计划 奖励目则使用族语政道 办理族语主日学 族语读经 族诗歌 族语环境营造等等 希望能够扩大与教会合作 并且建构更多族语推广的据点 记得请不吝点 优优优独播 Ltd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